好了 下来了 我们叫了银河自租车来 这道车怎么打开的 你先放行李 我们收拾好了 准备坐车去机场 这边一直阴雨绵绵 就现在也在下手雨 我的车还确实是不太好放着 小心小心小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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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这个 下个月 跟银河混了一个月 我说了很多东西 你先走 先走 就这样 走了 先走了 好 要待啊 有机会打不见 好 好 行 走了 拜拜 Airport Airport 安全带机上 昨天不是查天气预报吗 他这边一直在下雨 一直下雨 天气也不太好 因为 看 YouTube 然后那个 Filipe Filipe 嗯 Filipe 你没听懂 Video Yeah Video Video 天气不太好 所以说我们就先回去 我呢已经是买了票 28号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28号从这个 伊斯坦布尔 Filipe 的首都贝鲁特 我大概27号的时候 去做个核酸检测 然后在他们的卫生部的网站上 申请一个入境许可 就可以了 说是28号 跟这个29号没什么 OK 跟3月1号没什么区别 因为 我买的是23点的 就是到那边就3月多份了 冬天的安塔利亚 现在经常下雨 所以我们也不考虑在这里 过多的停留 赶紧的回首都吧 到机场了 从市区搭车过来 现在已经跑了93块钱了 估计要100块钱 他这里居然有轨道交通直搭机场 我们不知道 把那个车过来 滑了120 就从这里了 这里就是安塔利亚的机场 我们现在准备排队 拖用一下行李 我们买的是土耳其航空的 拿了拿了 人不多 我的登机牌已经出来了 现在的拖用行李 这登机口居然要上楼 上楼到3楼 这边够安检 不停了 经过安检 进来了 我们是4号登机口 时间上早 快有点时了 还好现在雨停了 飞机起飞没有问题 我现在把卡换一下 这个北塞浦路斯办的卡 应该是可以在土耳其使用的 我这里边还有十几个G流量呢 不能浪费了 我土耳其的卡里还剩1.7个G了 我就等着快走那天 使用一下就行了 应该可以 输个PIN 然后107 就很多国家 你办了这个电话卡 他就给你给一个这个号 然后你要刮开 这边有个PIN 你们一定要留着 如果说 丢了的话 这张卡插到别的手机上就做废了 你打不开再锁定的 我先试一下流量 能不能刷新头条 应该可以 好了 已经是可以刷新头条了 再次证明了一下 在北塞浦路斯办的电话卡 可以在土耳其使用 登机了 哎呀 金黄妹子 14D 我们两个都是过道 紧急出口 这边这个位置 就是 得翻一点 现在说一下 如果到土耳其来旅行呢 大家就下载这么一个APP 就是土耳其航空的APP 基本上买票非常便宜 也不会乱涨价 就是价格几乎是定死的 比国内那些APP 买的票便宜很多很多 我还有下了一个飞马航空的 看到了吗 就是我 过两天 从这个 伊斯坦布尔飞贝鲁特的机票 现在已经是 得搬 过一段时间才能搬几个印 在土耳其旅行 相差也真的蛮大的 可能会便宜到百分之二三十 主要是 他这个票的价格非常稳定 就不会说是因为你 查询这个票查的很多次 他就会涨价 不会是这样子 他价格就很稳定的 这样子 大家如果到这边来旅行的话 可以 尝试一下 操作比较简单 研究研究都会 你看我这个英语都能研究通 你也可以的 这个走哪都是下雨啊 回到伊斯坦布尔也是下雨 难怪这个飞机在降落的时候 感觉滑了好久 哦 原来是下雨了 我刚都睡着了 现在我跟李哥准备坐车往回走 已经是拿到了我的行李 这个行李提取的大厅非常的大 转盘都有十来个 这是新机场 欧洲机场 我们现在准备去坐大巴 这里这里这里 从这里坐电梯下楼 我们现在去坐大巴 大家不需要出机场啊 就在这个机场里边坐电梯下二楼 然后这边有 autobus 就是公共交通 这里是几乎可以发伊斯坦布尔所有的地方 就这里 可以问人 我们这边 这边这边 我们去9号和8号都可以走 有差不多有20条线 基本上就可以囊括了整个伊斯坦布尔 行李呢 已经放好了 拿了一个行李盘 我们坐8号去那个Memory Park 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商场 我去过 Maskin 这个是Maskin 哦 OK 哎呀 还好有车 4点40多分发车了 回到我们住的位置大概要40多公里 都不知道要这样绕的话 可能它怎么绕的 不是这样绕 地图没有打房 它是这样的绕 大概50多公里 一个半小时 哦呀 到了到了到了 走 我也拿到了 走 现在我俩就到了这个Memory Park那边 做BRT就可以回家了 太冷了 哎呀 快到了快到了 就这一站 兜兜转转一大圈 又回到了这 好了好了 到了到了 哎呀 今天家里就500米了 500米了 哎 这个一下子太大了 大家自己去看看 也到了 也会到了 哈哈哈 哎呀 又回来了 休息大概10分钟 我来又要准备出去 那个陈姐 晚上请我们吃饭 做好饭了 哦 还是房子里舒服 我俩呢休息了10分钟左右 李哥放在这儿衣服 现在 继续出发 走路去勤俭那边吃饭 我桌子 菜都上桌子了 快一点 外面还是雨呢 我们俩走路过去需要20分钟 冲了 老大 经理好 经理好 快点 还带什么东西来干嘛 经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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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了知的是这一趟 对水的 谢谢 来来一起来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欢迎仙女先生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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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不打仗 和平有吃有喝的天天过来 对吧 西红是平菇 不许就今天没吃到中餐吧 很少 很少 中餐也很少 加速住都是 回来就感觉到这么吃次 哈哈哈哈 太吃次 对 哇 这个好久没有吃海带了 欧美人说不定 嗯 欧美人说不定 说不定 中国在备战 备凉 有个人怎么想 哈哈 呵呵呵 好吧 这时间到我那边去做一个 好好好 到这里再喝喝茶 好好好 好好好 回去慢点 我们先下去啊 好好好 慢点啊 先下去了 好 走 谢谢 谢谢 给你讲 哎哟 撑死我了 哎呀 好 我们两个准备回去了 因为 最近一直在赶路 又是坐船 又是坐大巴 又是坐飞机 等我一看 哎 等我一看 好好好 五福临门 春满乾坤 步步高 花开富贵 重重起 哇 你看 哇 我们回答你美东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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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非常感谢 这样回来就放心了 有空就过来 好好好 行 哎呀 又走回来了 走路去吃个饭 走回来拎了那么多东西 最重要是外边 光喝下雨 给他太吓人了 我的头发就是长了 只不过就是 在明天就去理个发 然后我要出去 逛逛街 嗯 买点东西 我上一次不是有一个自拍杆吗 自拍杆给 坏了 现在用的是备用的自拍杆 我再去买个自拍杆 然后还想到买一个 这个类似就是 什么什么无线的这个麦克风 什么的有去研究一下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结束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真的是非常感谢赵姐这顿饭的 真的 我一点都没吃啊 前两天也是在赶路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 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